大家好,现在你大家介绍的是我们S&H48选拔组总选汇报单 布达佩斯的移民 不对不对,是纳布勒斯的黎明 现在出现在屏幕上方的是背景介绍 谁暂停谁傻 对,说你能傻子 其实故事非常简单 大概是讲国王老爹被暗杀后的公主 分裂出了黑暗人格 在刺客团和骑士团的帮助下准备继承王位时 却被以公爵为首的故义族派一边唱歌跳舞一边dis的故事 那现在是我们公爵的躲密时间 红沛绿的骑士团拔刀相向了 嗯,头发油光水滑的骑士被嘲笑了耶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哦 如果把进度条往后退十秒 你会收回一个消沉的妹子 你看看公爵这抽搐的嘴角 就不能给杯甜点的葡萄汁吗 哎,欧洲宫廷真的是非常简约又人性化 贵族们来来去去连个仆人都没有就算了 甚至连把多余的椅子都没有 What? 震见不同的各个派别突然达成共识一起尬舞了 你这肯定是从宝莱坞进口的剧情吧 那现在是我们贵族派的密谋时间了 为了让自己的登基显得名正言顺 公爵众筹了一波贵族们的支持签名 这回真的是吃了句子 椅子竟然够做了 这啥字 祝你为王 天,太感动了 在这个不知道什么时代的欧洲宫廷 贵族们竟然还学会了说汉语写汉字 Wow,这个甩披风的样子 有点眼熟哦 顺便还带着一脸我超帅的表情 然而他们丝毫没有发现 不远处的刺客早已用鹰眼看穿了一切 我说你们三位啊 真的不适合某位佛罗伦萨的大佬 来自同一个组织同一个兄弟会吗 现在呢是我们刺客团的表演时间了 他们表演的曲目是 如何百分百被敌人发现 我正在跟踪他 那刺客团是我见过最光明磊落的一伙人了 从双方兵器的尺寸上可以看出来 而且在和一个拿常见的坦克作战的时候 刺客们竟然选择了从正面远程攻击 而不是按措措从背后切 不过没关系 你们的王者朋友正在赶来支援 啥 你们竟然挤走回城了 王者朋友表示 戴不动了 这水晶不要也罢 Effect 在一段根本记不住歌词的副歌之后 公主则再次悄悄现身 她用了一张调虎离山 派手下三名刺客拖住了黑暗公爵 自己潜入公爵房间内 轻松找到了众筹签名的羊皮纸 房被松懈的让人怀疑 这一定是俩人串通好了 在搞钓鱼执法 路上又遇到了自己的骑士跟班 两路人把一言不合就拔刀对砍 直到骑士一号 突然感觉对面老大 有点像自己的主公 才算告一段落 撤退的骑士们慌忙的回到公主房间 发现公主还安详的睡着 才放下心懒 我们看到的是公主黑化时候的 一些内心活动 当然了 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一些意义的 他想要告诉我们 想让一个温婉柔弱的女孩子 变成另一副样子 可能只需要用一小包番茄酱 撒在他心脉的裙裙上 当然了 这个故事对你来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借鉴意义 因为你吃番茄酱的时候 根本遇不到穿裙子的小公主 卡面舞会 这么喜欢跳舞的话 还要啥王位 当国王夺累 干脆加入我们中国大型女走向团体 帮吃包住 旋转跳跃不停歇 而且老国王看到你们这么开心 和棺材板都撞破了吧 又是这种配合默契 井然有序的群舞 你们私下排练过很多次吧 你们认真沟通过吧 连这种小事都能说 为什么不能坐在一起 心平气和聊一下国家大事啊 而且你们贵族人很好 跟敌人说这么多话 还愿意跟他一起转圈圈 小时候偷吃我过期辣条的同学 都被我记恨到现在 公爵在骑士们的严防死守下 用纹手礼毒杀了白雪公主 随后自己喝下了解药 就这样 公爵派大获全胜 无贵变成了公主自己的葬礼 多位大戏似乎告一段落 防卫上的公爵得意洋洋 哈 被发现了 所以说啊 刚才就不要摆pose 一屁股坐上去爽一爽就好啦 黑墙威公主学习能力很强啊 挑眉都学会了 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把这个逼毒秀秀特效 换成一些护卫啊 大家都孤零零的 一点也不贵族耶 可能是我一届平民 没法揣测贵族的生活吧 你们真的很棒棒耶 连杀人都亲自上手 而且还是把药喝了 亲别人一口杀人 这样会有很多人排队送死的耶 你们就不能用毒药灌死对方吗 然后把他监禁捆绑容领 给我一些这样那样的画面吗 啊 抱抱抱抱一嗓 我好像看错视频了 那好吧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SH总选会报单 布达佩斯的移民 呃 好像是纳布勒斯的黎米 啊 是纳布勒斯的移民 无所谓了 反正你们也记不住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